乌伦市 光天化日 两男子持枪抢劫 本周一下午1点半左右 位于乌伦市DAMS 2000号街区 一名男子在家门前的车道上洗车 不想光天化日下 两名持枪疑犯突然出现 用枪指着受害者的头部 要求他把身上的财物拿出来 这一幕恰好被家门前的监控摄像记录了下来 一名疑犯用手臂锁住受害者 另一名疑犯将手枪指向受害者头部 并掏空抢走了他身上有价值的物品 包括钱包 手机以及一些珠宝 总价值约为1万元 好在受害者没有受伤 显乌伦市警方正在调查这起案件 天下卫视记者陈鸿佳报道